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除了对于李全教的这个部分 其实你还谈到了比如说八千城报 为什么不管 教育部强推违法课纲等等的事情 其实你也很关心反课纲的这些学生 你怎么看这一波又一波年轻的学生们 在为他们自己的权益奋斗的最后这段过程里面 马总统在卸任之前到底还想做些什么 是 我应该是县市政府里面第一个 表态就是不用新课纲的县市长 一方面是我认为马英九已经在执政后期 而且不得民心了 他这个作为除了违法以外 整个过程违法以外 那么也违反一个施政的原则 所以我那时候就跳出来说 台南市不会去配合这个事情 我们要继续沿用旧克纲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坦白讲 我们对这些反课纲的这些高中生 我是非常钦佩 尤其林光华同学甚至因此牺牲了生命 那习惯者还全台 徒步苦行一圈 那我很意外的是 马英九的心 就是心铁 什么那么 对不对 就是说竟然硬到 铁石心肠硬到这种地步 那吴思华当教育部部长 我想他大概毁了他一身教授的清誉 这个都不应该 今天你看到反克纲是有道理的 这很显然的 你更改克纲是要落实你的意识形态 克纲的这个小组其实是为政治服务 他不是为了教育 你作为教育部长 你应站出来反抗 你不仅没有反抗 你在任人猜浅 听马英九的话 好 学生死了 结果你也无动于衷 你还对学生提告 也对记者提告 然后苦刑的时候 学生出来调出来苦刑 你也没有任何的表示 我就是非常非常不应该 那由这个事件也可以证明 就是说未来在520之前 明年520之前 其实台湾还要经历过相当险峻的时刻 包括你自己的事件 我意思是说马英九 他在权力的末期 他为了要证明他自己的权力仍然存在 他会做出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同时国政大概是没有办法推动的 你看从一开始参选 2008年参选 9万兆 马英九 萧万长 刘兆选 是9万兆 喊得何等的政听嘎响 现在内阁是变9毛 差距何等之大 现在大概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 政治事件 已经没有能力 去处理台湾长远的规划 或是政策上推动的问题 都已经没有能力 也没有心情去推动了 现在我们很担心的是 他为了证明他权力的存在 他不是颇角 他到美国去都会说 他不是颇角总统 会做出一些更利的 立项操作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对台湾造成更大的伤害 其实我们是担心这一点 那怎么办呢 我想大家 这个就是 有自私是应该要去避免的 去防范的 包括国会 面对总统就是国会 我们也希望行政院 如果至少没有对 就没有办法做出对国家发展 有帮助的事情 但至少也不要做出危害的事情 好 我们再回到台南市的 市政的部分 因为我想 现在对你赖市长来讲 你面临的两大问题 第一个你要不要回一会 第二个 因为这个跟李全教之间 包括这件事情 然后变成 已经变成台南市的 国民党跟民进党 变成党跟党之间的 互相的冲突 甚至就变成了 全国之间 很多的这个 挺蓝跟挺绿之间 就是各自说各自的话 那李全教呢 他也提出一个质疑 他觉得台铁东夷 是你的整个政策上面 一个很大的败笔 他认为借卖国土 五千七百平 你的看法 这个他是 胡乱指控 因为他在担任 台南市议会 去竞选台南市议员的时候 其实他长时间 是没有在台南 他对 更何况他以前是 住在台南县 那铁路地下化是台南市 当初台南市各界 争取20年的重大建设 没有什么 建卖国土的问题 因为监察院 都已经调查清楚 当时是由 吴丰山委员 接受民众的陈情 然后都已经调查清楚 第一个铁路没有东夷 台北跟高雄 是第一个第二个 铁路地下化的城市 台南市是第三个 公法都一样 都在现有铁轨的 东侧或施侧 明蛙覆盖 台南市也没有例外 所以在98年9月 经行政院长 刘兆选核定之后 就没有改变过 过去荣获有 不同版本的讨论 但是那个都是 讨论的版本 没有核定过 第二个 也没有财团介入 也没有贩卖什么土地 没有 原因是因为 现有的跟老百姓 征收的土地 在铁轨下地之后 会并同现有铁轨的用地 做道路使用 全部都做道路使用 没有任何人有机会 利用任何一寸的土地 去磨砺 都做道路使用 第三个 所有的程序都合乎 行政的这个要求 不管是公厅会 或是座谈会 那环保也没有问题 那自救会去 行政法院控告 环平违法 一审 高等法院已经判出来了 环保署是胜诉 OK 这一个重大件事 是中央来台南做的 我地方政府只是不过配合 中央核定的计划 去做土地变更 而且我是做最困难的工作 是协助他们去做征收的工作 OK 那为了要照顾这些居民 我还加富败王 我还用市政府的土地 盖了一个照顾住宅 OK 那这个照顾住宅 用成本价卖给了这个居民 大概每一瓶大概是十万五千块钱 可是那个地方 德标的厂商是 台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厂商 他们在那地方的房子 一瓶大概可以二十到三十万之间 OK 我们是在照顾他 你有 你如果要搬过来住 你可以跟台影 比照公交人员 全额地利贷款 我们都跟他讲好了 也签约了 你如果不搬过来 你的权利可以卖掉 你可以得到另外一笔土地 这个征收的费用 或房子的征收费用 两笔钱 可以去第三地买你喜欢的房子 我们是设计的很周延 所以这过程当中 没有什么 我去建卖这个土市场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他这个是 我说那个黑金的势力会反扑 指控赖美会 甚至指控我也涉及议长会选 指控我这个建卖国 建卖室友财产 土力财团 或者是你刚讲的什么 飞燕新春 那个都不是事实 那个都不是事实 那个只是他们在议会 然后拿出一个资料 胡乱指控 然后再来开记者会 做一个政治操作 否则的话 他们都涉及诽谤 我这样问您好不好 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想知道这个答案 如果蔡英文主席 真的有考虑你成为他的副手的话 你是会 你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回应 我虽然刚刚没有明讲 但是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 因为我在宣布 没有参与民进党初选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 守住价值比担任任何一个职务重要 成功不必在乎 目前我看蔡英文跟宋楚瑜 跟洪秀柱是三足鼎立 民进党要赢 如果没有意外 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 我们讲看洪秀柱 他大家现在都在 某种程度在笑他说 他连个副手都找不到 宋楚瑜也是寻寻觅觅 坦白讲民进党要找一个副手 也没有比较简单 如果赖市长 你也说成功不必在我 那坦白讲 我觉得这会是小英的一大难题 有没有推荐的人选 我刚刚有讲了 就是说要跟他搭配 刚刚文振兄讲的 要南部要南姓 南部的南姓实在很多 要有一定行政经验 因为我不能够 因为我是民进党级的市长 是中常委 那我不可以去 点名 点名 因为这是对他权力的侵犯 我连自己说我要或不要 我都不能讲 这是对他权力的基本尊重 那对他权力的基本尊重的 背后有一个意义 就是未来他的施政要能够成功 希望他施政成功 这个是我们对他权力的百分之来 尊重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不仅仅我没有办法谈我个人 虽然我已经表 之前已经表明很清楚了 那我更不能够去点名 谁适合或谁不适合 但之间查员不论如何 这个最后还是会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出来 对 冤案 如果你认为是冤案好了 他也不是第一次 许先良之前就有冤案 真的被撤职了 小英真的如果问你了 你会在副手跟重新选一次市场当中 做一个选择 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 如果我被撤职 我大概投入选举 投入哪一个选举 就是让台南市民再决定 台南市长再自选举 我有没有资格再担任台南市市场 其实我们一直在问 我们这样迂回的左边问过来 右边问过去 感觉上你今天不讲说 你到底要不要选副总统 你好像走不出摄影棚 其实我虽然没有明讲 可是态度应该很清楚 是 你谈到开放政府这个部分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你会议蔡英文主席 他未来在当选总统之后 要跟各党派进行一个所谓的合作 真的落实所谓的开放政府 你觉得国民党怎么跟你们合作 亲民党怎么跟你们合作 在最新出刊的一周刊当中 你特别提到王金平 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是为什么 我想未来 如果改革要能够顺利 民进党应该是要独立过半 独立过半 不要这个 就是看别人的这个 这是为什么我刚刚呼吁 就是说希望支持我在台南 进行地方黑金改革的朋友 要全力支持蔡英文 也支持民进党所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独立过半的机会大不大 你的盘算 我是觉得有机会 当然还要看后面这五六个月 独立过半 但是蔡英文主席 他讲的一点很好 如果民进党即便独立过半 也不会整碗膨胀 会跟国会的进步力量结合 对 然后推动台湾的改革 王金平是国会的进步力量吗 过去几十年 他是代表 他虽然是国民党内重要的本土 本土势力 可是他代表的组织力量 组织型的力量 他不是一个进步的改革力量 但是2016的时候 以后我希望他是 不管他有没有继续在立法院 如果他没有在立法院 我相信他以他的分量 要去继续 影响力应该是还有的 如果他愿意支持民进党 蔡英文总统的进步大联盟 则提出来改革的方案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事情 王金平的角色在2016的总统大选 他到底可以发挥怎么样力量 还有待观察 但是我认为他更大的意义是 如果蔡英文未来当选 他是可以协助蔡英文去进行改革 因为他有影响力 他有实质影响力 因为虽然过去他从政40年 社会普遍认为 他并不是代表一个进步的改革力量 反而比较注重在他的组织力量 所以如果说他有办法把组织力量 转化为进步改革力量 则台湾是性 人民是性 2016以后 你的哈佛的学长马英九卸任之后会怎样 我想他处境应该会很艰难 因为他在任内的诸多的案件 检察官就可以开始审判了 我想他的处境会很艰难 别的不讲光黄世民那个案子 他就有问题了 前主席施明德 他说现在除了他自己之外 他说不论现在哪一个候选人当选 都会整晚捧去 所以他完全不相信 这个民进党所提出来的开放政府的概念 我想这个是因为他 当然我们知道了 就是说提出大联合政府在台湾国内 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他 他是在民进党党主席任内 他跟许信良的理念差不多了 其实他们都提倡大联合政府 但是实际上大联合政府不是台湾创的 其实在国外也其实所在多有 也行之有年 第二个就是说 我相信蔡英文讲的进步力量 进步大联盟 就是端看你加入 你加入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如果是针对这个 好比说我们财政改革 你如果民进党没有独立过班 又或者没有办法组成 一个过半的进步大联盟 这个改革恐怕会上演 2000年到2008年阿扁执政的状况 那有多痛苦 我那时候担任干市长 那个协调有多困难 对啊 为反对而反对 军购案给你反对 军购案给你反对 监裁委员同意权给你反对 台湾博览会 因为北京要办博览会 台湾要办一个博览会 他也给你反对 任何事情都给你反对 对啊 所以那个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是真的不希望 这个民进党在明年的立委选举 然后又没过半 那如果又没有办法组成 进步大联盟的话 那真的是台湾就搓脱了 你现在除了圈台左偷偷服选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说你要站在第一线打宪法官司了 对 你要怎么做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静待工程会做出处分 那整个对我成熟的这个程序完备之后 那我才具备资格向大法官会提出提出示线 那示线的时候当然 因为过去我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也代表民进党或代表社运团体提出示线 其中一个最知名的就是 案纳指纹违宪案 那个是我提的示线案 以我的名字 因为我是干事长 代表民进党 那当然我们民进党党团 大家都联署了 所以在面对宪法法庭的时候 或宪法大法官会议的时候 我们是有经验 第二点就是说 当然也要结合学界 或是专家 大家一起来 光靠我个人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本身学医的 虽然我对宪法有研读过 但是专业上恐怕也得需要专家协助我 有时打宪法官司的时候 那我对这个事情是争千秋 不是争我个人的厉害 为什么 因为一旦把我策我的职 马上就生效了 申请大法官会议根本 缓不济集 所以这不是我争我个人的利益 而是争千秋 我认为监察院不可以 监察院不可以如此 刚刚谈到立法院 包括时代力量在内的一些第三势力 他们认为朝野之间 透过协商 就把很多政策就决定了 他们认为朝野协商是密室协商 他们相当的不以为然 你也当过干事长 你怎么看朝野协商 朝野协商是必要之二 它不是一个制度 它是写在法律里面 立法院执权行使法 立法不是议事规则 对 因为一般的 包括议会 台南市议会 议事规则 它是没有法律的位阶 立法委员开会的依据是 立法委员执权行使法 这是有法律位阶的 所以朝野协商是有它的法律地位 第二个因为政党协商真的是必要之二 你一百多个立委 你没有经过朝野协商 其实你是相当冗长 但是我在立法院我是主张 朝野协商或是特殊委员会也应该要公开 但这一点是没有得到支持 朝野协商是必要的 但是朝野协商是可以公开的 你不协商不行 对 不协商每一个人都一把号 各吹各的掉 你到时候每一个事情都要表决 对 那个会像 程序的进行会相当冗长 立法院执权行使法还有规定 连特殊委员会都没有公开 像好比说我们这个院会或委员会 都是公开的 可以来旁听 记者可以来采访 但特殊委员会的时候是没有的 朝野协商也没有 那我是觉得说 以其反对朝野协商 不如就朝野协商跟委员会 特殊委员会都公开都转播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社会的疑虑 时代力量 我相信未来会有不分区的立委 那黄国昌出来参选 以他的条件 他应该也会当选 所以未来他们也可以组成党团 他们就会知道 他们没有进入立法委员之前 没有进入立法院之前 对朝野协商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但他进来之后他会发现说 没有协商根本不行 就是当他们拿到三席 能够去朝野协商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朝野协商的好处在哪里了 对因为包括你未来这个小党 你提出来的法案 你没有朝野协商 永远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过啊 你有朝野协商 你是政党 大家都地位都一样 民进党未来如果过半 时代力量如果只有三席 或亲民党 假设他是十席 大家地位都 朝野协商地位都一样 所以朝野协商基本上是提供了小党的花园权 小党一个有发言跟立法的权利 对对对 最后我还是要逼问你 你什么时候要进议会 我刚刚讲就是说 只要市民的这个权益需要我去维护的时候 那我就会去进议会 因为维护市民的是我担任市长的天子 所以我说我进议会这绝对不是问题 九月中吗 现在很难去讲哪个时间点 葡萄成熟时我一定会来 实际成熟就一定会进去的 因为不进议会不是我的目的 只不过是我推动政治改革的一个手段而已 那这八个多月来没有进议会 你会不会觉得你对市民 也不好意思 因为市政推动都很顺利 因为今年度的预算 去年审查的时候都已经过了 那我们很多政策的这个推动 都如期的展开 也都很顺利 所以是没有影响到市政的推动 所以说我对市民的责任 就是说如果我影响到市民的权益 那当然我愧对他们 我必要负责任 但是这八九个月来 我们在目前的运作方式 并没有对市民的权益有伤害 那这样的这个对抗 府会的制衡 基本上在今天民党中常会 也已经通过了修法的这个案子 未来国会会进行改革 至少就是制度面 我们已经踏出建立的第一步 那这个是好事情 所以只要时机到了 那我就会进去 时机到底什么叫成熟 因为现在看起来 已经不是很单纯的府会恶斗关系 你看法务部也进来了 监察员也进来了 这我还挺得住 我还挺得住 我会挺到适当的时机 时机到了我就会进去的 倒是希望社会能够关注 李权叫什么时候进法院 OK 这个才是重点 他也是说他时机到了 他就会进法院 我们希望法院 台湾地方法院 不要再寻上两次的程序 如果他再接受第三次 再接受之前的程序 就是也接受了让行政庭去审理 那四个又要花四个月 那今年就遥遥无期了 那明年同样也有可能会面临 第四次的问题 所以我是希望台湾地方法院 这个院长 这个庄院长 应该要道德勇气 出来制止这个李权叫的 这个胡闹的行为 让审判得以顺利进行 他如果顺利进行的话 那我相信我进议会的时机 就会早一点成熟 谢谢赖清德市长 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